民眾箱子裡 挑出一顆顆蛋入袋 這是早上市場實況 蛋都還買得到 會覺得最近找蛋有點難嗎 不會 我們這邊都買得到 鏡頭轉到另家蛋行 架上一樣有蛋 提供給民眾選購 不過最近鬧蛋荒要買到白蛋 可能稍微難一些 如果你是要求是 你要買比較便宜的話 真的不好找 一個比較危險 比如說像現在這樣子的話 要買當然不難 我都是安排時間 然後就是以我這間店來講 我會讓消費者開始分斷時間 我會告訴你什麼時候買得到 什麼時候是不要來 面對缺蛋危機 業者策略是行銷 讓客人其實都還能買得到蛋 但PTT上就出現這則 超商缺蛋新聞 造成不少討論 使用留言就被PTT創始神 對警揭露 蛋的多重宇宙 已經延燒到PTT 在哪裡都看得到 推估當然有人囤貨 不過就算被新聞公關公司夾工 自己仍然買得到蛋 也PO出這張圖 顯示有網軍會在PTT上操作 缺蛋議題 顏色越深越活躍 看出這208個帳號 週休四五 台灣的蛋價上漲 那蛋價上漲的原因 難道就只有缺蛋嗎 其實不必然 為什麼就直接就只導到一個風向 說就是因為缺蛋 這很明顯就是大家所謂的 網軍操作 就是議題風向的操作 大量帳號出現協同行為 在同一時間對同一議題 做出同樣的回應 令人質疑 而蛋量減少 確實正在發生 但是有沒有缺到 完全買不到蛋 市場實情會說話 三選郭遠遠送來 一直台北採訪報導